孟茴城,欢迎来到露台,我是蓝虎,咱们看怪带方,一手大堂,对待方零波城 对待方,一千蓝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保险起见给自己吃了个蓝,怪带方也是很鸡贼 对待方,第三回合,直接来真决,怪带方有点太自信了吧,直接长枪过去 对待方飘过来,九千,一般零波城起了真军过来的话,打宝宝,就得在个万八上,所以的话,欢迎来方压力也是很大,直接选择出孩子 怪带方继续老套路破碎,对待方有点想哭 怪带方继续出宝宝,对待方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不算是很健康 但是对待方毕竟是一个零波城,零波城打大堂的话,咱说实话,手拿把掐啊 怪带方平A建设,对待方宝宝在飞,怪带方的一个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好 而且怪带方本身人物的一个抗性也完全够,对待方再来一次小二连 对怪带方而言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威胁 怪带方继续破碎,怪带方没有办法是吧 怪带方的一个速度降下来了,对待方把速度给抢了回去 对待方平A过来 怪带方虚弥再秒出去啊,太舒服了呀 对待方的一个虚弥有点猛 一手法莲 怪带方的一个宝宝集体残选 怪带方后盘龙龟起法王 对待方继续平A4500 对待方应该是还是想继续起这个阵军 怪带方剑射伤害是补掉了对待方的一个散选 对待方继续拉配速 怪带方虚弥再次秒出去 停A 没有出漫天 再剑射掉 对待方的一个孩子 不得不说怪带方的这个剑射的一个小伤害是我认为这个打的最爽的一个啊 怪带方再次拉出宝宝 对待方的一个虚弥被锁住了 其实对待方也是很难受 怪带方触发一手青蛇 现在青蛇改了 其实对于大唐而言 个人感觉是削弱了 但是使大唐的话更灵活了 就像现在这样 怪带方再次触发青蛇 孩子起魔剑 解火二连点杀 对待方弹163 对待方的一个宝宝是绿了一手 对待方终于是把怪带方给点倒在地了 此时对待方的一个形式也是非常不容乐观 反而怪带方的一个宝宝 是可以进行一个无消耗的一个点拉自己 对待方再拉一只油神 怪带方用孩子进行一个补血 这孩子补的一个血量 说实话根本不太够看的呀 怪带方继续戳 怪带方一手苍穹巨剑 去斩对待方的宝宝的一个间隙 直接是守掉对待方的一个人 怪带方宝宝有感知 继续强攻对待方的一个隐身宠 对待方开局的一对待方 这也是配速的一个宝宝 直接是逃跑了 此时对于怪带方而言的话 真的是优势非常大 对待方不得不说 平A的一个伤害也非常高 怪带方一手破釜沉重 这种老技能的话 看起来还是贼爽 虽然很拉闸 词 Advance 等会儿